印度东谷地区的消失生产主要由一个种姓的人完成 他们被称为努尼亚 专门促使这类工作 在印度的其他地区 消失生产是由农民、陶工等兼职进行的 这些人会将高质量的消失晶体卖给其他人 并保留一些消化土作为田地的肥料 印度北部西萨尔地区 碳西消失产业 在这一地区 消化土壤是在汉西堡收集的 该堡是一座古老的遗址 大约公元700年左右就已存在 并于12世纪重建 这座古老遗址的城墙和护冲河周围的土壤含有消失岩 每年需要向政府支付三板英镑 才能获得收集土壤的权利 土壤由梨子预送到城外一条主干道旁的工厂 下图显示了用于进出压消土和蒸发消夜的床的布置 过滤器长7.6米到9.1米宽1.8米 深0.3米 过滤器有两个 有时被细分并排列成两排 行星排列位于 以地面0.9米到1.2米高的宽阔小丘上 床有抹灰粘土或石灰制成 防水效果不错 两个蒸发床建在平地上有混凝朴地板和侧面 它们大约15厘米深长 宽约为12.2米和7.6米 它们彼此相连 较小的床略高于较大的床 靠近土壳 用作收集其他床不需要的消水的蓄水池 消化土被运送到过滤器 并在其中填埋至0.2米深 有时 它会与灰烬混合 以便在加水时土壤保持开发和躲孔 也可能是为了用碳酸碱 分解钙和美的酵酸盐 填埋完成后 用陶罐将井中的水倒在消化土上 让其慢慢过滤 以溶解盐分 饱和液体通过混土渠道 以小细流向大型浅正化床 同时另一层霜按上述方法 装满泥土和水 过滤和排水在过滤器中定期轮流进行 直到获得足够的液体来填中下部蒸发床 当水提取物完全排完后 将耗溅的泥土从过滤器中除去 由于印度这片地区下集气候干燥炎热 液体在浅床中被允许蒸发 这是因为太阳的热量 随着蒸发床中的黄色液体变得更加浓缩 消失开始在侧面和底部结晶 大约七天后 大部分消失已经凝固 并被爬在一起 形成岩床长约0-9米相距的平行脊状屋 进一步干燥后 将粗晶体堆成堆 然后用篮子运到不远头地面上的坑中 蒸发的过滤器 在工作季节绝不能变得太干 以免开裂 一旦潮湿的晶体被移到坑中 就会从储液器中注入新鲜的消失液体 继续蒸发 据说每个过滤器 每中可产出745-1120公斤粗消失 以这种方式制备的消失 被放置在储藏坑中 直到出售 这种利用太阳热量制备消失的方法 在印度气候允许的较干燥地区使用 然而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粗消失 不如用人工加热生产的粗消失质量好 生产的粗消失需要在更大的工厂中进一步